自己的了解中 紫凯身体一直很好 不用吃什么药 除非是感冒发烧一些 偶尔小病 紫凯才会吃药 带着一伙 承诺走进床边 拿起桌子上的一砍 顿时承诺睁大眼睛 脑子里都蒙了 安眠药 他 晚上失眠吗 就在这时 浴室的门打开了 当看到他手里拿着的药瓶时 赫兹凯眉头立马猝起 赫兹凯快步走到承诺身边 从他手里拿过药 随后拉开抽屉 将药扔进去 你 一直 吃安 没有 偶尔吃 有时工作压力大 睡不着 就会吃些 自己怎能告诉他 每晚因为想念他 失眠 所以才要吃那些 尽管吃了 还没有用 承诺心里对赫子凯的话 半信半疑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偶尔吃安眠药 自己还可以理解 可是 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 或者是 自己 长期吃那些 长期吃那些 那自己的心 真的会很疼 很疼 以后 少吃些 尽量 别吃他 嗯 听你的 承诺听着赫兹凯低沉的回答 心里的感觉又回到了五年前 待在他怀里 逐渐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 只是还没有一会儿 承诺脑子里想到了什么 立马就要挣脱开赫子凯的怀宝 怎么了 我要去找瑶瑶 她在预警院 我开车和你一起过去 半个小时后 预警院别墅里 当宋景叶打开门 看见门口站着的两人时 宋景叶都惊呆了 他们 怎么会 一起来 难道 景叶 瑶瑶呢 瑶瑶在这里吗 嗯 在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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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你了 瑶瑶 我们去厨房吧 正好跟你说些事 嗯 可听里 承诺一直拉着顾瑶的手 关心地询问着 她这五年来的病情 一直靠着药物维持着 一年前 又发作过一次 瑶瑶 景叶 她 一点都不知道 嗯 我把平时吃的药 换成了维生素瓶 还以为 我吃的是维生素 而且一年前 病情发作时 她正好去外地出差了 不在家里 瑶瑶 瑶瑶 你这么爱景叶 那为何不告诉她呢 瑶瑶的性格我知道 如果她知道 她死都不会放我离开的 我是个累赘 如果待在她身边 会害了她一辈子 很爱她 很想和她一起生活下去 可是我不能 我这样的状况 随时会死去 所以不想伤害她 她的未来 应该有个健康漂亮的女人陪着她 和她结婚生子 与她一起谱写 属于她们的人生 而我 会在不远处 默默地看着她们 看着景叶幸福 然后再 永远地离开她 瑶瑶 你这样会很辛苦的 真的 不辛苦 至少现在还陪在她身边 只是 每次面对她 需要伪装 这点 我觉得难受 心里难受 心里很能体会到 顾瑶的感觉 就像自己 现在面对贺子凯 明明爱着 从来没有忘记 可是知道 有些事情不可能 所以内心 那份真挚的感情 不能表达出来 诺诺 答应我 不要告诉子凯这些 好吗 我不想让景叶知道 承诺听到顾瑶的执着 最终还是点头 答应了下来 诺诺 你呢 这些年在国外 怎么样 承诺告诉了顾瑶 自己这些年在国外的生活 但是没有告诉顾瑶 关于小美的事情 自己不想骗顾瑶 说孩子是公义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说出 孩子是贺子凯的 莫诺 其实这五年来 子凯过得一点都不好 承诺看着眼前 听到顾瑶的话 也没有回答 自己心里多少猜到 他会过得不好 但是想想自己的生活 自己哪里有好过 怀孕期间的抑郁症 躺在手术台上 听医生说 大人小孩只能保一个时 自己果断决定了保孩子 因为那是自己和子凯的孩子 后来 还是在公义的强烈要求下 医生尽最大的努力 自己和孩子都平安下来 之后 自己整整休养了两年 虚弱的身体才缓过来 而那两年时间里 依旧是抑郁症 病奄奄的身体 每晚无法入眠 因为身体虚弱的原因 不能吃药 只能那样一天天的熬着 直到后来 在公义的长期开导下 自己才慢慢恢复过来 顾瑶心里很想告诉诺诺 赫子凯这些年的生活 可是等了很久很久 都没有听到承诺说一句话 顾瑶看着承诺的表情 看到了他眼底的悲伤 心里突然有些 不忍心再说了 诺诺 朱姆和子凯一起留下来吃饭吧 我现在去厨房准备食材 嗯 我们一起做饭吧 承诺和顾瑶在厨房里忙碌着 承诺在洗菜 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马关掉水 瑶瑶 你先忙 我去打个电话 承诺来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 从自己包包里掏出手机 看到手机上的未接电话 全是公益和小美打来的电话 承诺先给公益回了电话过去 喂 诺诺 公益 对不起 我昨晚 诺诺 你现在在哪 我见到瑶瑶了 在预警院 嗯 那你今天还回来吗 回来 下午 早点回来 吃过午饭后 承诺和顾瑶互相留了手机号码 才和贺子凯离开预警院 车子驶出预警院不久 承诺坐在车里 接到一家公司的应聘通知 承诺很高兴 和那家公司约定 一个小时后去参加面试 你在前面的路边停下吧 我打车去一家公司参加面试 我送你过去 哪家公司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 哪家公司 承诺看着贺子凯的侧脸 心里知道他的执着 终于还是报了公司名字 一个小时后 贺子凯将车停在 世兴集团地下停车场 我在这里等你 面试完 回来 承诺看着贺子凯 想了想 勉强点头答应 下车 承诺急忙向电梯口走去 而贺子凯坐在车里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子凯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欧阳 事情现在 你是总裁 我哥待在国外不回来 只能由我来管理了 改天有时间 请你吃饭 行啊 能被你贺大总裁邀请 是我的荣幸 教授景业 我们三个一起拒绝 承诺来到世兴集团 在人事部的接待下 填了相关应聘表 接受HR的密室 HR收到策划后 并没有说明什么决定 只是让承诺回去等消息 站在电梯里 承诺按了地下停车场那层数字键 但是想想 如果再回去找贺子凯 要去哪儿 他会不会带自己回沥水湾盘 晚上继续住在那里 想到这儿 承诺立马按了一楼的数字键 自己不想去沥水湾盘 答应公益 要回立社 自己不想食言 更不想再让公益生气了 贺子凯在停车场等着 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 贺子凯终于等不住了 拿出电话 拨出诺儿的号码 在御警院时 诺儿和顾瑶互存号码 自己听到诺儿说了一遍号码后 自己就记下来了